車輛停等紅燈上班尖峰時間車流量不小 但就在這個時候後方車子突然整輛往前衝 擦撞之後方向偏移 現場不少車輛都受到影響 休旅車、小貨車、連結車通通撞成一團 有的出現刮痕、有的板筋凹陷 還有不少民眾下車站在一旁 警方也到場處理 車禍發生在22號早上7點多 桃園大溪區永昌路 往國道3號交流道方向 當時一名60歲的潘姓男子 開連結車到了這裡 本來應該要刹車 但他完全沒有停下而是往前 這一撞導致前方15輛汽機車 好像碰碰車一樣 一輛撞一輛 一部營業連結車 由大溪區延寧路街友長路 往國道3號縄道方向行駛時 因刹車失靈 造成15部車輛連環碰撞事故 導致三人輕傷鬆衣及多部車輛毀損 雖然有民眾受傷 不過鬆衣治療後幸好沒有大礙 當下因為是交通尖峰時段 一度造成附近大塞車 將近兩小時才恢復通車 警方初步調查 連結車司機九側直為零 因為煞車失靈才會釀成事故 目前這些車主的財損 以及詳細的賠償責任 將會進一步確認 好端端的停等紅燈卻飛來恨禍 幸好人都平安 TVBS新聞 林志偉 黃凱信 桃園 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請按讚 3 1 2 4 4